眼前这个垂死的百岁老人 竟然在一小时前徒手掀翻汽车 当街殴打比自己强壮十倍的少年 花山没想到斯派克竟恢复得如此之快 不仅在五分钟内血洗紧 而且还能徒手掀翻汽车 起身后的花山刚要反击 却没想到斯派克掏出一把手枪 对着花山的膝盖就扣动了赶紧 膝盖被打烂的花山重重地摔倒在地 而斯派克再次从裤裆里掏出一把手枪 对于斯派克而言这不单单是一场战斗 而是赌上一切的生死交流 斯派克抓住花山的手臂 然后将他的脑袋和地面保持十公分的距离 斯派克打算利用空手道的截断 将花山的脑袋直接踩 看着倒在地上的花山一动不动没了生气 斯派克将枪口塞进了他的腿 可就在这危机关头 花山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泛马勇次郎的神 花山猛的睁大眼睛 下一秒子弹竟同他脸上的伤口穿了 好在有惊无形 花山猛然起身像骑马一样坐在了斯派克的身上 斯派克还想反击 可以为时已晚 不愧是日曼第一硬海 将最凶死刑犯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眼看着斯派克就要被花山活活打死 却没想到他再次使出阴状 只见他用手捂住了眼睛 下一秒一颗闪光弹的红空而起 瞬间整个世界都被强光笼罩 而这正是特种部队常用的防抵引起 在接受到光照的瞬间 人就会彻底失去反抗的门 可即便如此花山仍旧不为所动 但是强烈的光照也使他短暂地生命 斯派克趁机翻越到花山的背后 对其使出了绞杀术 如果不是被逼入绝技 斯派克绝对不会使出自己最信赖的肉体 眼看着自己就要被勒死 花山决定使出他的绝技 那就是与生俱来的强大悟 花山可以轻松地从一副扑克牌上捏下一脚 他的指力已经强到变态 只见花山双手抓住斯派克的手 猛的用力竟然将斯派克的手臂肌肉移动 斯派克彻底震惊 可花山的攻击并未停止 剧烈的疼痛让斯派克痛不一声 他猛然伸出终止对着花山的蚝夺度插了进去 可即便如此还是没能阻止花山进去 花山一把抓住斯派克的喉咙 然后将其完全捏碎 胜利后的花山仰天长笑宣告着自己的胜利 战斗结束后 斯派克被送往医院 然而让专家意想不到的时候 看起来只有50多岁的斯派克 实际年龄已经高达107岁 这在医学史上简直闻嘴力 而在激战后 他的肌肉也在快速的摔了 唯一能解释的就是 斯派克在尝到了败北的滋味后 失去了支撑身体的力量 而此时在学校中的任牙 也将面对他有史以来最大的难题 雅思英语四级考试 这些力量 这些力量 这些力量